大批民眾趁著細博最後一天入園遊覽 部分人之前都來過的 想感受閉幕氣氛 陳永臨報導 來到最後一天 依然看到這樣的場面 他們都想在細博閉幕之前 爭取時間參觀 人潮相對開幕的時候沒有那麼蜂擁 但民眾依然熱情 拿到預約圈就跑入園 有人懷疑用過期的門圈入場 被保安抓住 29號的票 不是啊 我拿到那裡了 走 將它拉出閘外 我拿到那裡了 最多人捧場的仍然是中國館 展館外排了長龍 不少人更加是一來再來 今天拿中國館 沙特館再去一次 我們一直去兩次了 今天去第三次了 非常好 11館 早上去到幾點了 準備今天11點回家吧 一天閉幕 有展館特別舉辦嘉年華 表演民族舞 遇眾同樂 新加坡展館也別出心裁 捉起一棵金色許願樹 被民眾掛上願望 晚上8點 細播會舉行閉幕式 國家領導人會出席 當中的文藝表演 將會有4000多人參演 而展館會如常開放到晚上10點半 部分展館會有閉館儀式 鬧歡頻電視記者陳詠琳報道